臺灣吃到飽的商機大 但業者競爭也很多 那麼現在餐體為了吸引消費者一來再來 紛紛推出的是異國州的新變化 只是專家也分析 就在吃到飽業者不斷堆成初心 有更多的菜色出現之後 下一步就是漲價了 也讓吃到飽的未來可能越來越貴 來自美國緬因州的龍蝦 炙烤後做成沙拉三明治 一口就能品嘗到一隻大熬 源自中國的酸菜魚 也換成阿拉斯加赤魚 口感更加彈牙緊實 再嘗一口來自華盛頓州的野生象拔棒 仿佛用舌尖去了一趟美國 各大buffet業者頻繁推出異國州 還有另一家飯店 限定端出地中海海鮮料理 以及用新鮮章魚、大蝦、彩色番茄 也烤製出濃濃海味的加爾加諾披薩 一年至少換四次菜色亮點 就要讓消費者加倍 第一個是增加消費者的新鮮感 希望藉由這樣子提升消費者 進場消費的頻率 不過行銷專家也分析自助餐活動 頻頻更換的原因 除了是因為臺灣市場很競爭 也是可以藉由增加菜色 來調整吃到飽金額 如果透過不同的產品組合 其實也可以針對 他整個的一個成本結構進行調整 藉此希望提升他們的營業利益 畢竟現在是菜成本上漲 業者也要精打細算 更有飯店私下透露 明年農曆年前後自助餐 可能還會再漲價一波 吃到飽只會越來越受荷包 記者綜合報導